HELLO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HELLO,大家好,我是HELLO,大家好,我是HELLO,今天我們會帶來全新黑金的強度分析 那麼這次全新黑金其實做得非常的變態喔 如果說你要玩龍族的話,是一定要入手的全新隊長喔 好,那這次的新黑金呢,是在11月15號的時候就強勢登場了 並且這次新出的黑金呢,也是40抽,就可以保底獲得 那還有這個魔法石儲值活動喔,買30送30 所以要抽新的黑金,大家可以把握一下這個全新的活動 好,那接下來我們要為大家介紹這個隊長技能 他隊長技能呢,雙隊長主要是給龍族會有最大的一個倍率喔 雙隊長龍族的隊員是可以來到1296倍的實體倍率喔 不過如果說你不是龍族的隊員的話,就剩下64倍 不過這裡可以看出這個隊長技能,他其實是沒有硬限制的 也就是說,你不一定要組全龍喔 這隊龍族來講是一個蠻大的突破喔 所以他比如說你可以要解高昂盾,你就可以帶個眼球之類的喔 非常多彈性的組法 並且他最變態的是來自於生命力喔 這邊可以看到喔,這個全隊有基礎雙隊長4倍的生命力 不過你是龍族成員的話,單邊在額外1.6 所以總共加起來龍族隊員就有10倍的一個生命力加成了 這個超級噁心喔 比如說像是隨便一個龍族都五六千血量嘛 但一個龍族就六萬血了耶 所以這個應該是現在最猛的一個血量隊伍了 估計隨便組也可以有二三十萬以上的一個實體血量啦 所以算是史上最變態的一個血線 好,那雙隊長還有這個必然增加4秒的延長時間 好,那再來的話我們來看一下隊伍技能 隊伍技能主要是整版互相兼具其他服飾效果喔 所以不用怕卡珠,甚至可以組雜射隊都沒有問題 那再來是這一次的新的黑金呢 還有無視連擊相等盾 那再來最有特色也就是它這個隨機五個位置出現暗器喔 這個暗器可以把它想像成是聖鬥士心死那種感覺吧 在指定的位置消到珠子 就可以觸發這個暗器的能力了 那每多消一個暗器呢 就可以讓整隊多追打一次 並且可以無視敵方的防禦力 那消到那個位置的暗器那個暗器就會消失喔 好,那一進場呢會有給你五個暗器 其後每回合呢會再多三個暗器 幫你多補充三個暗器 大概是可以這樣理解喔 那並且場面上面 回合結束有多一個暗器的話 可以直接回10%的生命力 所以如果說你不要消這個暗器的話 其實把它留著 你也是可以直接來回血的 最多是回50%的一個血量 那並且這個隊伍技能還有 克制敵方屬性的傷害會額外三倍 那本身克魂它的技能就可以直接幫敵方控場了 大概是這樣子 所以它整個隊伍技能做得還蠻完整的 那並且它還有這個克魂作為隊長就可以觸發到 每消一顆龍竹竹就可以直接回生命力 最高可以回到9萬點的生命力喔 那9萬點的話 對於這張卡片 並沒有說到這太多 因為它的血量應該是三十幾萬吧 不過它也可以靠這個暗器來回血 所以它這個回血條件應該還不錯 那再來是克魂跟合景作為成員的話 這兩張進場都直接減這個CD6 直接減CD6 更快的開到技能 它這隻克魂它做的是CD4就可以發動了 所以這個CD6是直接進場就可以開啟這個主動技能 它這個主動技能是開越多次是越好的 它這個開三次就可以觸發這個終極主動技能 好 所以我們可以分開來看 我們先可以看左半邊 這個CD4可以選其中一個效果發動 那這個效果可以說是史上最變態的一個選擇 好 首先第一個它可以解這個無視燃燒 還有這個轉租時間延長 再第二個它可以解這個引爆所有的凍結以及石化 並且可以將敵方控場成木屬性 第三個它可以額外增加三橫行復席 這就是主角或者是九荒那種技能 可以說是龍足史上第一個可以這樣子做的一個卡片 並且將移動符石變成龍足符石 龍足符石除了增上之外 它自己也可以拿來回血之類的 然後再來是可以將整隊攻擊力增加 並且克魂的CD-1 那再來 就是這個OP的是 如果說你克魂是有複製人的話 複製人就可以再幫其他的克魂-CD 所以這個 它這個CD做這麼短 練複製人的效益就會變得非常的好 那再來的話 全隊無視反手消符石盾 並加所有符石變強化豬 所以它這個解盾能力可以就是非常的噁心 光這張克魂 它所帶的解盾能力可以解目前80%以上的盾牌了吧 那再來是 如果說你發動了三次它主動技能的話 它的技能就會變成終極主動技能 也就是涵蓋剛才所有幾乎的一個解盾能力 更甚至還提升了 它更甚至可以還原版面 然後也可以增加三行 並且它保底直行會有這個水 6種符石 然後在15秒內可以直接排豬 全隊攻擊力回復力2.5倍 全隊無視反手消符石盾無視燃燒 所以它這個終極技能更是可以直接 解盾能力高達90%以上 所以這張卡片不做隊長 當隊員的架子也是非常的噁心 所以這張新的黑金可以說是蠻值得抽的 以結論來講看起來是這樣 那這邊還有同時有語音禮包 那這個有玩過主線應該就有聽過 這個語音的部分 並且它這個10抽是登錄送的 大家可以免費有機會撈到這個客魂 這是當然有出這個專屬的武裝龍科 這個武裝龍科是根據官方的消息指出 這個只要你抽抽到的瞬間就送你一個了 那當然你也可以直接拿黑金本身來做這個龍科 也是可以吧 這個武裝龍科主要是給火屬性使用 那更可以說它主要是給龍竹使用的 因為它主要是必然一秒加上它可以幫龍竹增加攻擊力1.1倍 那如果自身為龍竹的話自身生命力在1.1倍 所以我覺得它雖然說是火屬性都可以用 但是主要比較限定於火龍竹會有吃到比較完整的效果 那這個龍科作為隊長的話 更可以無視拼圖盾 還可以減CD 可以說是非常噁心 還是限定雙隊長減CD3 所以給客魂用的話 就直接可以跳起來這個技能 所以這個龍科可以說是客魂專屬的一個龍科吧 好那再來的話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毒龍 異空轉生的一個消息 那毒龍異空轉生一樣是分為兩個型態 煉化以及幻化 這個煉化比較適合當隊長 那這個隊長的部分呢 雖然說它比較適合當隊長 不過還是比較偏娛樂性的一個隊長 畢竟它是將所有成員回復力減至0 那這個現在環境沒辦法回血誰要玩 那這裡的話它會將所有成員的回復力機值加到攻擊力 比較值得注意的事情是它除了龍之外它可以帶獸 龍獸的一個主法 那接下來就一些基礎的攻擊力喔 雙隊長有625倍 那並且對敵方造成攻擊會直接轉換成生命力 最後可以回50%的生命力 那現在對敵方造成攻擊然後直接吸血的一個隊長技能 其實說實在是不好用的 因為現在很多G8盾是你沒有辦法一盒帶走它的 就算是沒有辦法什麼25%盾喔 那種沒辦法造成太多傷害的 你也沒辦法回血 所以這張卡片作為隊長我只能說這是娛樂性 那其實不太適合當隊長喔 那這個隊伍技能呢也是 呃我們來看一下 隊長跟是龍獲獸的話 這個全新的毒龍作為隊員就可以發動囉 那這個毒龍當隊員的話 如果說你被中毒 這樣就可以進入百毒狀態 這個百毒狀態的情況下呢 毒龍他自身的攻擊力就會2.5倍 在消除一組5顆以上的木珠的話 受到敵人攻擊會直接中毒 敵人會直接中毒 這個中毒呢也不是說他的傷害有多猛啦 而是有那種敵方是比如說要上狀態才對敵方造成攻擊 的這種盾牌 我們簡稱叫附加盾 那這個時候你就可以直接帶毒龍就可以直接解這個盾了 所以這個其實也是有一定的解盾能力 好那再來是毒龍作為雙隊長 進場的話木龍獸 木屬性的龍或木屬性的獸可以解CD5 那並且如果說受中毒傷害的話 會變成武方的生命力 消除一組5力的木符石 全隊攻擊還有5倍的提升 木符石提升150%的效果 敵方有獵毒狀態時 木還有龍竹跟獸類還有額外提升5倍的攻擊力 延長轉珠5秒 那這個主要還是 這個當說隊長還是比較娛樂的性質 好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主要是他主動技能的部分 這次煉化主動技能其實是非常的有特色 他有做一個雙技能 第一個技能的話CD6 消耗99%界限有勝的生命力 將所有符石添加成龍竹符石 全隊攻擊力2.5倍 那他這個是一個磁血效果 磁血條件是連擊 combo 數 只要到達10就可以連擊了 所以這個其實蠻變態的 你只要放進高康隊的一個隊伍 他的每回合可以轉出龍竹符石 好那所以這個卡片搭配一些特殊的隊伍是有奇效的 然後再來的話第二個 CD8 他這邊的話就可以直接回復生命力 那如果全龍的話應該是直接回滿血了 一回合內個人追打隊伍屬性外的屬性攻擊個一次 這什麼意思呢 假設我是全木的主法 他就會追打他木屬以外的攻擊 所以直接可以解五屬同級盾的意思 那這邊是龍竹及獸類無視 二屬三屬四屬五屬盾 大概是這樣技能 他這個一技能呢 補充說明一下 如果說你是10 combo 以上的話 他是每回合都會減99%生命力 所以可以做到極限壓血 常駐壓血的一個龍竹卡片 不知道後來會不會有龍竹壓血的玩法 可以期待一下 再來的是幻化的另外一個型態 他主要是隊長技能我們就跳過吧 沒什麼好用的 那這裡的話 他這個作為成員也是剛才有提到的隊伍技能 這邊我們也跳過 那主要是他的雙技能 他這個雙技能 他的雙技能 第一個技能是CD6 還可以引爆左方兩個龍竹成員 並且他會掉落該成員的直行符石 比如說凍結或石化都可以直接消除 那如果說你左邊兩個龍竹都是木的話 就會掉兩隻他木 以此雷推 兩回合內 該兩個龍竹成員追打木屬性攻擊一次 這個解盾能力就比較普通 那這裡的話我們來看第二個技能 第二個技能的話可以引爆風化符石 並且掉落隊伍成員屬性龍竹符石 兩回合內全隊中毒10% 並且其他符石間有200%的木屬性效果 他這個主要是讓自己中毒好用 不過對啊我覺得這個主動技能 沒有比起練化的好用 練化這個主動技能還是比較好用 不過你可以根據關卡需要的解斷能力去切換型態 所以就雙型態可以給你自己去選 好那我們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全新魔神戰 那這張卡片是蠻神的喔 是我絕對推薦大家一定要入手的 有玩龍竹一定要入手的一張卡片喔 那這張卡片的技能呢 可以說是很OP 第一個技能是雙效惡選 你只能選一個發動 CD6 一回合內20秒可以直接的排珠 除此之外他也可以龍竹的最大傷害變成全隊龍竹的攻擊 那張是水龍史的那種效果喔 他這個一技能就夠變態了喔 二技能更是可以直接引爆整版 掉落無屬強化龍竹珠 並且屬性服蝕還兼具新服蝕的效果 龍類回復力20倍喔 可以說是龍竹唯一一張最接近可以解一補盾的卡片 所以這張卡片對於龍竹來講都是至高無上的一個存在 有玩龍隊是一定要入手這張卡片 這張卡片真的太重要了 所以這張卡片的話 確定大家是一定要拿來玩的 好了 那麼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內容 好 那如果大家想要看更多關於新的分析 別忘了可以按下你的對愛鈕 以及旁邊的小鈴鐺 下週有新的影片就會訂閱我的頻道 我是SUNKAL 我們下部影片見 謝謝大家掰掰 bye I'm the same